HELLO 各位觀眾歡迎收看由TSL以及我GAMING聯手為各位帶來的WGL APEC ASIA 黃金級賽事第五週的第二天比賽賽事 我是今天的主播Cisco 而在我身旁的則是大家的老熟悉的老面孔 JJ老師 JJ老師你好 Cisco好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賽品JJ 那今天我們一樣會為各位帶來兩場的BO5的對決 等下八點鐘上演第一場比賽會是由澳洲隊伍NUMB出戰來自菲律賓的隊伍PVP Super Friends 而在之後我們隨後會帶來第二場的對決是由台灣的隊伍Gash Plus 9Eagles 夜鷹對上DPS所組成的精英隊伍Team Efficiency TE的比賽 那今天最大的看點就是第一場NUMB對上PVP Super Friends PVP Super Friends今天這場比賽如果沒有辦法全取三分 那他們的淘汰數字就會直接歸零 如果今天PVP Super Friends拿到三分的話 那至少在數學上PVP還有一波的機會 接下來這兩週就是看我們PVP Super Friends 目前基本版本綁在第七名 那第八名是我們台灣隊伍 Gash Plus 9Eagles 這兩支隊伍都還有三場比賽沒有打 那想要逃離這個七八名的話 其實沒有其他的方法就是全力取勝 那這邊先看一下 我們本季的這個黃金級的這個賽制 那黃金級在這一季改成了 就是封閉的這個單選淘汰賽 就是季前我們有一個資格賽那季以後就會分成白銀級黃金級以及大家都能挑戰的這個紅銅級 那紅銅級跟白銀級跟黃金不是一樣 那前面兩個組別都是打一個單循環的積分賽制 那獲得BO5的賽事就是Basal 5 五戰三勝制的這一個大點 有拿到這場比賽這一個對決的一個勝利的話就會拿下積分的三分 輸的是零分喔 那雙方是贊成一個平手的話就是各得一分的一個積分 好的那我們看到目前為止的積分賽況 來自中國大陸的全職業俱樂部隊伍 翼龍目前是以四勝一合一敗 13點積分領跑在積分榜上第一名 而第二名的隊伍Intense Hunking 這次來自於新加坡的隊伍由前隊 前聽那個Instead of Scamming的隊長 Deskies所帶領的隊伍目前是兩勝三合零敗未長敗果 9點積分排名在第2的位置 那稍待一回會出戰的Teen Efficiency T1 目前是兩勝兩合一敗8點積分緊追在後了 而第四第五名的隊伍目前是處於戰機相同的情況 來自於日本的隊伍夏洛特老虎目前是兩勝一合兩敗 跟Number一樣是以七點積分並列在四五名的位置 而第六名的隊伍則是以前的Emoto本季接受NVIDIA ASS 贊助成為全職業隊伍的NVIDIA ASS 目前戰機是一勝兩敗 一勝兩合三敗 5點積分在第七名的位置 那夜鷹當然就是目前 還沒有開張只有一點積分 那接著我們看到白鷹級的戰況 One Blood這次來自於澳洲隊伍目前是四勝一敗 12點積分佔據第1 而The Coalition Singapore這次來自於新加坡隊伍目前是三勝兩合 一敗11點積分多賽一場佔據第2 台灣的隊伍由IAF工會的所組成的精英隊伍Hostman 目前少賽一場三勝一合一敗 10點積分在佔據第3的位置 來自於泰國隊伍 Front Mission 這是 三勝零合 兩敗9點積分 那等一下我們再為各位帶來 積分排行版的戰況 好 這是我們第一場比賽Number對上PVP Super Friends的選辦圖順序 雙方分別ban掉了Ruinberg以及Steps的這兩張地圖 第一場比賽會在MICE 第二場則是Cliff 第三場Proglovka 第四場Insk 第五場則是Himmelstorf 一樣ban掉的是Steps跟Ruinberg 禮拜二的賽是兩場的 第一張地圖都是選擇MICE MICE這張地圖其實在 進攻方面來說是有些時候需要一點運氣的 因為一些地形上面的關係 你並不太知道說真的對方的一個 權力的一個部署都在哪邊 那剛剛有看到白眼鏡黃金鏡這個積分 其實黃金鏡還有懸念 那白眼鏡這邊積分已經慢慢越拉越開 我相信 這個是 兩邊實力上的差距 能夠通過這個賽進入到黃金鏡賽 其實 大家的實力都還蠻接近 所以 PVP Super Friends跟Niego 還是要加油 這邊先來看第一場對上 PVP Super Friends對上Number的第一場 是不是能夠很順利的拿下BO5的一個勝利喔 對今天PVP Super Friends背負著非營不可的壓力 今天就算是合局只拿到一點積分都是算輸了 因為就等於是正式淘汰 沒錯 那BO5的賽事裡面每一張地圖我們都會 去祭點 那勝者就是1比0 那如果雙方平手的話會各得1點 那 如果雙方都是在 積分同時到達3點的話就會 判這場比賽是平手了 對那先來介紹一下雙方的出身點位 出身在地圖北面的藍色隊伍就是來自於澳洲的隊伍 Number 選用的車輛是 T32 兩台T69 兩台1390 以及兩台T1 而在南面的紅色隊伍則是來自於菲律賓的隊伍PVP Super Friends 選用的車輛是兩台50100 兩台T32 一台1390 以及兩台T1 這邊可以看到Ferbrex 一開始就搶3了 因為 這邊Number應該是有猜測到 這邊 自己有輕彈數量的優勢 直接大膽的搶3 那在後面比如說Ferbrex看起來就是要一波準備壓上的 這個態勢 看起來在南面這邊 尤其你選擇了兩台50100 打法應該會稍微簡單一點 對等一下看起來50100是不是裝90炮 如果是裝90炮的話 等一下第一輪上去 這兩台1390很有可能會中招 有可能他是拿來做 上三的一個針對 不過看起來他是將 部隊長得比較後排 那讓你搶3 預期是你會搶3 那搶3之後兩台50100其實就是躲在一個 50米 連50米強制開光都看不到的地方 對但這邊其實Horace 只要稍微探出頭還是會被開到 這時候Entire跟阿蘇阿特開始 兩台T32開始交叉掩護往前進了 這時候Ferbrex的位置會很重要 跟Horace能不能打一個雙打配合 要配合正面的Joke 阿賈克斯要命三個人做一次的 包夾 那這時候Entire先吃了比較多的 比較多的炮 他吃了兩炮血量 血量掉到第三炮 剩下855 第一血 這個位置會被兩台1390 一陣 4顆蛋之內就會解決掉 對現在Entire的血量掉很快 掉到362第一血血量積極可危 這時候阿蘇阿特過來做了一個相當精細的一個COVER動作 對這時候Little Mac跟Batman兩台車也要上來要準備做掩護 這時候Joke的血量也開始被往下壓 這時候阿蘇阿特上去掩護 Entire要來做交叉掩護 避免Entire第一波正王這時候命的血量掉很快 命的血量順利掉308 直接能夠收掉呢 Entire在這個位置應該是沒有 問題應該能夠保住自己的小命喔 這時候Number 這時候Number已經先擊毀了 HydroRes的1390 一開始PVP Superframe先出現第一台戰損 先少打一台車 這時候命的血量也太低了 被迫往下拉 那這時候這時候命已經暫時退出戰局了 這時候Joke跟阿賈克斯也 必須想辦法做出一波 配合掩護山上的兩台 1390 這時候阿蘇阿特往前進 但是往前進不是很聰明 因為底下的威脅還沒有解決乾淨 就想要往前進就是被打成 蜂窩一樣 現在Entire 阿蘇阿特 Little Mac 還有Batman 四台車血量都所剩不多 這波換下來Number是幻影了一個零換一的局面 同時把 PVP Superframes的血量都壓得相當的低 這就是為什麼 比較少用50100的原因 那50100 他的強項是屬於一個近戰的一個瞬間火力爆發 這時候Firbats收掉了 阿蘇阿特這時候Entire應該也逃不掉了 那50100兩台 勢必是在做load down開始往回縮 那時間還有四分鐘 我想PV Superframes在第一張地圖應該是沒有辦法 能夠扳平 對但是其實還有一點點懸念因為血量並不是很多的情況下 50100如果能夠有效的打擊 或許還有一點點懸念 之後就要看一下 這邊 Number要怎麼做最後一波推薦 因為場上只剩下Batman還有Little Mac的兩台50100了 這時候 T1車 前前後後的將 自己的一個車輛能夠 躲在一個比較不會受到說砲擊的一個位置 看能不能利用自己的一個 比較精細的一個走位騙對方來到這個 Little Mac可以打到一個位置 對現在兩邊是一個交叉火網的優勢 這時候Batman成功躲進去凹槽裡面 安全了 但這時候 Little Mac的炮線被吸引開了 這時候Hors想要上去可是沒有辦法再往前進一步 這Robin跟 Vindy 兩個人打起來了 可是Vindy的血量比較多 成功收掉了Robin 那同時Hors也上去收掉了Little Mac 常常只剩下 Batman還有 Annauto這兩台車 Batman剛剛瞬間陣亡 只剩下Annauto的一台T1車 時間剩下4分鐘的時候已經進入一個 最後尾盤的一個殘局 那時間是綽綽有餘 這邊只要進行站點 那麼就會拿下第一場比賽的一個勝利 對PVP Super Friends來講 這絕對不是好消息 那 最後一台是Annauto也被擊毀 那我們恭喜 來自於澳洲Number拿下 BO5的第一場勝利 我想在 第一章第五 麥子這邊選擇兩台50100 我覺得 PVP Super Friends的一個配車是 有點 不像他以往的打法 我相信他可能在 最近比較狀況比較不好的過程當中有 想要嘗試一些其他的方式去 扳回一些局勢 但是我覺得 基本上在50100 50100在麥子這張地圖就不是那麼好用 那 你想要用運用站的一個配車 通常啦我會覺得 勢必是Batman他自己有他的一個想法想要怎麼打 但剛剛看起來的一個位置 兩台50100 運用了其實沒有用出50100該有的一個優勢 那甚至 他的一個打法比較像 T69或者是 判新 這種這種中坦是比較有撫養腳的一個車輛 那南面這一邊沒有搶到3的一個情況 又想要往上壓 他壓的又有點不太果決的話 其實這就是南方的這個 這個失敗方程式之一 其實壓的方向應該是要靠地圖的 左半側一點點 那邊會比較相對安全一點 那同時一台車要負責 壓制三上兩台1390 這樣才有辦法破解 而且 選用兩台50100其實就代表說你要上 你要上的是90炮才有持續輸出的火力 爆發力雖然沒有100炮那麼強 不過我有90炮的持續輸出 是一種選擇 或者是你兩台50100直接壓上去 利用你可能 配兩台T32他的一個血量的優勢 那兩台T32跟兩台50100直接要過去 以一個比較簡單的打法 極火效應只要達到 基本上我覺得 只要對方 像剛剛北面這一邊是沒有擺 狙擊手在那個設計平台 所以其實 以數學上面來說 看起來節奏上應該有機會這樣贏 但是 打法上面沒有跟車輛的一個特性 做一個配合的話 很可惜在麥子這邊 還是沒有能夠 先拿下一層 不過 比賽沒結束 總共是有 五場 五戰三勝 對 那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再回到比賽現場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欢迎回到WGL的比赛现场 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Number对上PVP Super Friends的第二场比赛 地图则是在Cliff 第一场比赛在Mais的对决是Number拿下一个完全的胜利 零换七 以这个交换比上面来说 我觉得PVP Super Friends打成这样是有点惨的 那就是我三康比赛结束之后讲的 我觉得50100它的一个特性并没有打出来 那选择50100这种薄拼扔机的车子 其实对于对方来说 一点压力也没有 对其实这波上去 没有第一波上去做压制 然后进攻路线 选择相对没有那么好的情况 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之下就变成说 给予Number的压力是不够的 没有办法逼对方出现失误 或者是打破这个僵局的 这个打击的力道没有出来 对那在两边都已经僵局不下 然后最后是由Number这边取得一个血量优势的话 刚刚压的时间点也是压得相当漂亮 对其实刚刚压制那一波时间点是相当漂亮 在一开始换血换赢之后 Number也打得很果断 马上下去做第二波的反击 把PVP Super Friends整个获胜的希望给扼杀掉 那先来看一下双方的出身点位和配车 出身在地图 北面的蓝色队伍是来自于澳洲队伍Number 选用的车辆是五台1390以及两台T1 而在南面的红色队伍是来自于菲律宾的全职业队伍PVP Super Friends 选用的车辆是一台T69 四台1390以及两台T1 那一开始 两边似乎都是要打比较正规的打法 要直接抢第一波中央的高地 那我们这边的话是走一个比较正规的一个 主流路线 是直接来到战略要地 我们不管是野团还是比赛 都是在这边做一个相会的 对 那其实很多地图的一个中线都也是抓得很准 EF这边都刚好会是一些零线的部分 哇这一边PV Super Friends 刚刚看起来好像是要直接一波流 但对方也刚好直接撞得上来 对这时候Bandman的血量直接被压掉 那现在 没关系这边Joke也直接被换掉 但是两边的血量上面来说 PV Super Friends这边的集火是稍微 受到比较严重的一个效果 但是这边Hydro Race一连收了两个头的一个情况 感觉战局又搬了回来 这边一个瞬间 二换四 这边PV Super Friends竟然换赢了 而且Little Mac的T69 竟然血量毫发无损啊 那对于PV Super Friends来讲 这一波是整个是大优 因为T69没有 没有受损他可以 大胆上去压制 这样的一个配车 其实我觉得蛮有哲学的 因为T69在四台的1390一个保护之下 也不是保护啦 就是一个带领之下 因为他跑比较快嘛 那基本上你对手 不管他是怎么样的车 他都会先打1390 对 那后面T69就等于有一个 制造出一个输出空间 那让T69活越久 他的一个DPM高的这种特色就会越明显 这边单枪拼马直接追了上去 Hydro Race Hydro Race的一个血量其实很低 他这样一个人单抓其实很危险 他应该是知道命没有弹的 那命这位选手是来自越南的选手 但是如果low完的话 跟他一打一其实是很惨的 但是这时候 他迟疑了很久 他其实他只要跟 在山底下 三角下直接跟 刚刚的Hydro Race作为绕圈圈 他可能绕圈圈的一个 不是那么好打的一个情况 那 那对方PVP所有分只有在山顶上要下山 需要一点勇气跟一点时间 对 这Vindy 他不fail 他应该是就想说去吧 这个 其实这个可以不这个点 我特别有研究过 因为 本季的赛事是必须要将对方给全速歼灭的 那在没有全速歼灭的情况下 时间会快到点 KVP上地图是有一个点是 T1车可以下去 但不会像刚刚Vindy直接 秘罗江 投秘罗江的这种行为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自己没有熟悉地形 然后又靠 可能lag了 卡了一下 就可能多按了一下 会吗我觉得他就有一种 有一种想说 还是下去好了 那个指挥官可能还没有 多想三秒钟 你说这个是遇碎就是了 遇碎攻击 没有其实基本上 刚刚 他也不是说没有站到最后一分一刻 但是如果到时候9.3改版之后 训练房可以这样玩 但是野团大家千万不要尝试 那 像刚刚这样的一个行为 他的确是没有任何 就是获胜的可能性 那这边 PVP Superfans是 表现得相当优异 那尤其是带了一台 T69 刚好克制到对方的 舞台1390 那在 几个交叉火王的一个 简单配合上面 就是PVP Superfans 这么具有 精业的队伍 打这么简单 其实很快就能够 很轻易的 感觉起来很轻易 是蛮难的 那 看起来是还蛮 顺利的拿下这场比赛 顺利 那这样比分 颁平了 1比1平手 那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比赛 就会有点赞 就会有点赞 顺利的拿下这场比赛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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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各位观众欢迎回到WGL的比赛现场 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Number对上PVP Super Friends的第三场比赛 地图则是在Provka 那在前两回合Mais跟Cliff 双方各取的一点是一个1比1平手的情况 我刚还以为Provka这张地图PVP Super Friends还是会一样 干脆都不换车了 四台1390配上一台的T69也是能够在这张地图迎战 不过它是大幅度改了一下它们的一个车辆 对是三台T32配上两台1390 这个一开始应该就是要压人线做第一波的压制 那就来看一下这边Number要怎么样来迎战了 那双方选手已经准备完毕 我们直接进入在Provka的第三场比赛 这种地图应该是 这种阵型有点类似越南队的打法 就是三台一个主力抗线车 当双方在做交火的时候 两台的1390再从侧翼做Frank做侧席 对那就来看一下这边要考验选手的操作 那先来介绍一下双方的出身点位安配车 出身在地图南面的蓝色队伍是来自于澳洲队伍Number 选用的车像是一台OBJ416 两台T69两台1390以及两台的T1 而在北面的红色队伍则是来自于菲律宾的队伍PVP Super Friends 选用的车像是三台T32两台1390以及两台的T1 那现在一开始Number这边 那我们这边打这种打法其实蛮危险的 不过他OBJ416摆放的这个位置就稍微可以理解 那做完第一波开光之后 OBJ416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 鐵轨评价道理的一个点位 其实最近看野团还蛮常人在都会利用这样的一个点位去做射击 对不过在野团我还是建议驱逐战车去就好 因为其实重型战车重型战车有更重要的人物要去抢点抗线 没错那在这个位置上面一台OBJ416当作定点炮台 也算是蛮合理的 对那现在这边一开始两边都互相开道 不过都没有任何的战损发生 一开始这个时候其实PVP说France可以大胆上零线没有关系 对因为他主要是不知道对方是不是还有长兵 那有看到就是两台1390 那走这种打法是利用一个timing 对方都还没有上零线 或者是对方的1390还没有露完蛋 就是双方的1390都没有露完蛋的同时 直接南面的队伍直接走过EF6的这一个平交道 在那边1390直接要来到这一个地方做亲眼镜的动作 但是被炮管压不下去球了 被Robin看到了 而且还被抽了一炮 刚Robin应该是有第一时间有看的 第二台车上来还是要硬收 硬收没有问题 这位置又吃了一半 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这PV Super Friends的一个警戒心是蛮高的 那这边射过来的应该是 没有错的话应该是一台 200多滴鞋 那就是T32上90炮 因为T32上90炮 其实他可以利用他的射速做第一波的压制没有问题 我觉得应该是T3290的吧 我觉得是T32的90炮 那这边可以看到 Joke跟Ferbless这边要上去有可能会有点的 可能会有点危险发生所以 应该不会再上去第二次 刚刚被打应该就会感觉 但这边消防关 消防关 消防关 不是 消完光之后 OK 诶 这边在破坏 破坏这个车厢 消完光之后其实上去就不会被开了 对 其实这边 直接走 底线 底线这台1390是可以稍微大胆一点 那上去如果有 做探头 如果车头上去 有被探出来的话 这辆ASWAT的血量掉的有点快 一下掉到430多滴 370滴血 这是我讲的1390在那边开光 其实 之后还是才会被打出来 但是 PPSWATFERENCE 没有办法让这两台1390 过得太爽 直接两台1390 直接过去跟他做交换 但是换输了 换输了 这Bandman没有换赢 但是后面 捕上来的 Hydro Race 捕了上去 追的话其实就有点亏 不过看起来 一换一的一个结果 还算可以 可以接受 正面这一边也是在打 但是看起来一台T32完全没有血量了 SWAT应该会被 应该会被绕侧翼 然后被直接被收掉 没有问题 但是阿甲克斯应该 没有机会直接被带走 这边是直接做一个交换 那待会没有血的这一台车 可以做第一线的 扛线但是 没办法命在这个位置 你要收也不是 不收也不是 但是命应该跑不掉 剩下267滴血命 直接被NTIRE跟NTO 应该会被LITLE MAC跟NTIRE两台 黏上去 那后面 不会吧应该就是先会撤掉 已经先撤掉 因为他 停留在那个平台上是比较危险 对 那这时候 后面因为有FERBRESS跟 但这时候糗了 不还好 还有另外一台1390还活着 对那后面还有人在做 两边都在互相站点给予压力 那这边是PVP是NTO在站点 而在 NUMBER这边的话应该是 VINDY在站点 不是 VINDY要过来做resale PRECEDURE在站点 那现在这边 哎呀 resale到了 糗了 糗了 那现在这一波NUMBER有resale到 所以有赚头 那就要看一下后面 PVP要怎么样做发展 1390应该会 在正确的时刻 再回来做resale 然后一个人单抓 应该会 因为可以看到1390的位置在B2 那位置应该就是在等 准备要冲出去 这一轮 这一轮 这一轮还好 Annerton没事 Annerton还活着 还活着 但是 待会谁先撞完呢 这就有悬念了 这1390一发带走 换了1390的一发弹 对但是这个有赚道有赚 特别 我想T32还是上90炮 因为这90炮 对这是上90炮的T32 这个火力输出会很惊人 这时候 下去收掉了 Entire场上只剩下 LittleMac的一台T32 Hydro Race 在这个位置还能够 做一两发的一个输出 那最后的这个Hydro Race 要一打二 一打三 就有点困难 有点困难 刚刚Hydro Race 不过刚刚 急火的目标对象 是OBJ416 那是 对 可能刚好比较特别 那也利用一台OBJ416 去吸引炮火 让对手 不是那么好打 等等 现在还有悬念哦 因为现在 这三台车都是 那腾 一打一赢了 额 一打一赢 T1车了 强啊 不过这边另外 现在T11390上来 叮叮 在后面做 叮叮完之后 但是Hydro Race 这时候也被开出来 那就糗了 那这完全没有一点机会 没有悬念了 直接被带走 那 恭喜Number在第三场比赛 拿下 第二 关键性听牌的第二分 Number在这场比赛里面 Pukrofa运用的一个地形 跟他抓了一个探明点 都算是抓得不错 其实有一点以前PVP School Friends的味道 那两台1390的一个拎货运用 让对方的两台1390跨越贴过来之后 其实 二打二你直接下去的话 其实也是将对方给换掉 应该是换得掉 但换掉之后 其实没有得到什么东西 就是 你的两台1390的运用空间就没了 那你只剩下 三台的 T32来去做 那时候已经剩差不多两台半了 那两台的 这三台的T32跟对方 是又有 T69又有OBJ416 这样的一个配置和阵型上面 其实也没有太划算 所以最后将一台1390拉回去 没有做直接互换的动作 我觉得还算可以 但是 前线的 三台T32跟 这后面的这一台1390 会合的时间稍微是被对方 Number的这台T1车站点 所给分开 所以 Number在正行拉扯 或是他 选择的这个 时间点上面都做得相当优异 所以 在Pocora这边算是技高一筹 拿下这场比赛的 第二胜 对 其实PVP一开始看到 Joke跟Ferber Xehan他1390在底线的时候 其实就应该压正面了 因为这代表 Number是分兵的 其实你正面 压上去那一波会幻影 因为你血量 直接5打3也是 也是一种想法 另外一种想法 但是 刚刚的话是变成有点东打西 所以你必须要跨越过这个铁轨之后 T32可能会多吃到一些炮 但是他毕竟血量 跟对方的一个配车来说 是稍微有点不一样 所以在选择上面来说 我觉得都是选择的问题 对 其实都是选择 刚好讲他1390 想要过去抓两台1390 没有想到 他后面还是有兄弟在 在给他撑的 所以 我觉得是 稍微比较可惜 其实算了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再回到比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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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以2比1领先 听牌优势在手 那这一局PVP非赢不可 没错 在NZK这样地图 必须要赢喔 那没有赢的话基本上就 竞表季右赛 就这么简单 没赢的话基本上 就是等于直接宣布 进入降级区 後面2场8分 还是有机会啦 但命运就有点超市在其他人手中 数学上 如果前面都输的话 刚好前面的五六名都输的话 你为什么觉得这种数学几率低到 不能再低的事情会发生呢 这也不一定啊 因为前面的两队NVIDIA SS 看一下他下一场是对上NUMBER 对对上NUMBER 有机会啊 有机会 那先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配车和出身点位 出身在地图南面的蓝色队伍是来自于澳洲队伍NUMBER 选用的车辆是三台50-100 两台IS-3以及两台的T1 那在北面的红色队伍是来自于菲律宾的PVP Super Friends 选用的车辆是两台50-100 三台IS-3 一台Medium-1还有一台T1 嗯 这走的两边都很正规啊 很正规的 Medium-1叫正规吗 很正规的八街车啦 对对 那北面上也是被我们笑 不是被我们笑 我没有笑他 可是在车 但他又走了 这 嗯 我讲 实在在Medium-1没影币没装甲 穷到只剩下T1里面那根号 我以为他就是 你要说穷到只剩下可爱 我觉得他蛮可爱的 这一车可爱吗 DG-1也盼盼盼的很可爱 对啊 我觉得蛮可爱的 那现在这边 那这边打的是一个 城镇打外围啊 那其实是蛮正规的ANSP打法 那留下来防守的是Arswater Robin 以及引泰 引泰 哦 这边Ferber射了一炮 Ferber射了一炮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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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蓝色吗 嗯 有点夸张 那没关系 走在部队中间的是我们Ferber 因为他没法走太快 对Ferber在M1 就是真的慢到一个不行 那这边防守点位的 这一台Poseidon的T1车 Poseidon要跟Hydro Race Poseidon上了 哦 第一发没中 谁打的 球 球 第二发终于补掉 LITTLE MAC 然后球 两发 50-100 两发打掉 这时候应该要RELOAD 应该要RELOAD 然后等40秒后再进攻 可是这样第一波 就已经过了 会被NUMBER抓到一个 不知好防守阵型的机会 嗯 嗯 今天要看一下 Poseidon抓到的形势 到底有多少 对 这边 哪多瓶这样开过来之后 应该就是 不是铁轨附近的两台车会被开出来 就这样而已 对 应该就是被看出来 那两边 Robin要做攻击也不是 不做攻击也 不是 因为 出手角度真的很小 那不做攻击忽略的话 万一阿甲克斯汗 命吃了蹭 蹭了心 鱼死网破 来一波下去的话 Robin也有机会掉 所以就是一个 有点尴尬的位置 这时候被卡在这个位置 嗯 两边都在做盲射 那 在NUMBER這一边的话 是在 用炮弹拆一些墙 丢出去感觉 好贵 都在做都更 金币 金币丢在墙上的感觉就是这样 可是你要想想看 这是全开的 全开账号 对 享受土豪的快感 享受CISCO的快感 CISCO平常也都是用金蛋在拆墙 没有 这种就是我们凡人没有办法理解 我都用H1的 你还没换蛋 我会预先换蛋 不好意思我们加进清贫 对对对 这个三级贫户没办法 我都是用肉身过去黏 肉身这也太惨了吧 肉身过去黏 好那现在PVP 说Friends 这一波等于是在 外围是进不去的 再等待啊 其实就reload 再等reload reload reload也已经reload好 刚刚我注意时间点是5分15秒 这个50100 除非是死两个以上的组员 外加坏弹药价 要不然不会reload那么久 不对 就算死两个组员 外加坏弹药价 外加坏弹药价 会啊 会久很多 80秒 那做一下数学 会 可是他没有受损害 怎么可能坏弹药价 就是基本上就是在等时间 那 剩下时间剩下三分多钟 在这个场 Ensic这样的地图 还是有的打的 哦 这边要进去了 Kobi 直接从了进去 要做站点 对这个Bandman到底 为什么要带 他真的很爱做站点 哦 难道Medium 1 就是这样子用的 对上次就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 Medium 1是可以将T1车给 完全帮住 但是 反一个点位 然后做强站点 其实没有 没有太好用啊 不过看起来 血量上面换是 呃 是有点吃亏啊 是整个换输的 但是 但是以这样的血量上面来说 也没有办法 也算还可以克制对方 那头跟Robin 两台车已经掉了 那现在 但是Joke来了 Joke 直接命收掉了 擋住Joke啊 哇 糟糕了 这边已经被挡到炮线啊 Joke直接把 用撞的 撞爆之后 用肉身 他已经打完他的六法 直接用肉身撞掉 但是 这Joke不解决 Entire在看前面啊 对 Entire 应该是知道Joke已经没弹了 那Medium 1 刚好变成他的一个掩体 还好 还好用一个 炮火的一个间隙 转过头来把 残局给处理掉 那Joke 现在必须要面对的是 两台I3 以及两台50100 对 情况很难打 而且这时候Ferberus 已经开始在站点 那这一波正面 基本上PVP SRF已经没有 没有获胜的机会 这一波只能 不知道PVP SRF很爱 最近很爱在Anser 这张地图做强占点的一个 战略设计 但 嗯 这种强占点的一个 的 会赢哦 就是以前 以前在Open Season 1的时候 有 蛮长这种 这种阵型 跟胜利产生哦 但是 为什么后来没有 就是因为 大家已经开始理解 就是当自己家里面 站点的时候 一定要拉部队回去 做reset 那只要你拉部队 拉回去 是 那个人是够稳定的 你够做好reset 基本上 就是有拉部队回去 做 不管你要怎么样做 救援 那通常会派两台车 那三台去做站点 以及搭配自己的 呃 T1车 那PVSRF的 背面 已经在上 上礼拜已经有 使用过一次在 呃 北面这个地方 他是利用一台Median 1 我觉得 那一次的 战术设计 我觉得还合理一点 那你从这个南面这边 呃 从西面这边想要做 强占点的话 其实我觉得一点 意义都没有 没有机会 那个位置不像 不像说在北面的出生点 有一个小土修做掩护 在南面的基地 是整个是wide open的情况 整个设计是没有任何的阻碍 除了车厢 你要做强占点南面的话 像就是 呃 所谓的车厢后面 嗯 那车厢后面 我们上礼拜有讨论 到底为什么会有Median 1 这台车 就是因为 它可以在车厢后面之后 会带给自己的 一小T1做一个隐蔽 那 它已经有一个 呃 在那个位置上面来说 已经有一个 算是 自然的一个屏障的一个情况之下 它想要 它必须要做到的 就只是 将T1车的一个底盘给挡住 所以我觉得Median 1 是一个很称职的这种角色 但是 对 上礼拜为什么 如果有人没看上礼拜的话 上礼拜是 这个占点是怎么输掉的呢 就是Median 1太慢 根本进不去啊 对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战术上面来说 呃 如果你想要玩ensk这样的地图 那 在准备比赛的时候 我现在的 大家对ensk这样的理解已经 呃 延伸到你没有办法去做强占点的战术 那你的强占点可能只是一个 呃 阳功 就是想要让对方回来去做reset 那很多时候 呃 你进去做reset的车辆 可能 也许真的有一台is3 一台18G的车 但是 它进去就是抗炮 以及cover它自己的一个T1 能够占领成功就 就占领成功 但是大家都知道is3 它是有抗炮能力 但是它车身很低 还是没有办法挡住T1车的 对 当不住 那这台is3它等于是一个陷阱 让对方觉得说 诶 你怎么拍一台 只有一台is3进来再做 呃 防守 那它还是势必会需要进来做reset 那reset的过程当中 你后面的一个炮线 如果已经架好的话 这才是 整整的呃 现在的呃 呃 比赛节奏里面 比较有可能会去产生的这种战术 对 其实在面对这种被打难的情况下 如果真的要打进去的话 你势必要把对方部队 想办法调出来 才有办法做第二波战点 对 不管是往城镇里面掉或是往伐木场掉都好 但是重点就是 不能让他们在基地附近架出 刚刚Number的那种枪线 那个枪线是进去几台就是死几台 刚刚可以看到PVP进去三台S3 只有一台活到最后 而且它那里还被牵制住 没办法提前往后退 去掩护T1车完成站点 我想它在刚刚一直在做站点的时候 它的那个点位就没有想说要帮助 替换车再去做Cover 因为那个位置 地形上面就有太多的空隙 你即使是拍一台50-100来 对方也很能够很能够这个轻易的落掉 那这边PV出的分子很可惜 那这一季要真的要进到季后赛的话 我觉得我每个礼拜都在讲这句话 要真的很难的 应该说之前要说 后面要能够三场比到哪下胜利 那今天又输给Number的一个情况之下 就真的非常难了 对可能需要一点点奇迹发生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们广告之后进行的是 今天的第二场赛事 由台湾的队伍Gash Plus Nine Eagles 夜音 对上DPS所组成的静音队伍 Ting Efficiency TE 那我们稍待片刻回来 Susan 统兵 文字幕长 文字幕志愿 V Bros. 有充满 感谢观看